高雄市長韓國瑜下午跟監察委員開簡報會議 市府各局處首長排排坐好 而韓國瑜表情態度也戰戰兢兢 和監察委員握手後 馬上坐下想趕快開會 這個是監察委員力臨高雄市來 視察 巡查 所以非常的開心 會議將近兩個小時 從下午三點一路開到快五點 韓國瑜一出來直呼好累 有沒有針對一些哪些案件 有有有他關心 關心 我們看他開那麼久 我元氣大傷讓我休息一下好不好 時間會讓你元氣大傷 開過我們腰 一直開 一直開 喘口氣 喘口氣 就連監察委員都沒送 韓國瑜直接往市長釋奏 扶著腰喊著腰休息 看來真的動不掉 相較於之前和中央官員見面 陳其邁 你現在中央有錢人嗎 我一定要幫你撒嬌一下 親自迎接行政院副院長 陳其邁還大展兄弟情 就連之前唇槍舌戰的陸委會 陳明通 大智若語韓國瑜 聰明絕頂 不是 韓國瑜也表現得殷勤 而根據了解這次監委年度巡查 針對各局處問的問題不少 像環地漁民還有市府減債 都是曾上過版面的市政議題 而高雄市負債超過三千億 訪美的台北市長柯文哲也預言 點名高雄市恐面臨破產 我們擔任高雄市長這幾個月來 包括市議會 我們大家心理壓力都很大 所以財政這方面 柯P已經提出警告了 那我們尊重 也希望中央政府能幫幫我們 讓我們能夠很順利的能度過 這個財政的危機 面對市府負債議題 韓國瑜再度表達上任後 心理壓力大 也呼籲中央多幫忙 而這樣的困境 韓國瑜想必也在下午 跟監察委員的巡查會議中 清楚表達他的立場 記者林鎮燕 杜云杰 SNG小組高雄報導